连先生是二十九岁,他已身份不很显黑, 原来他有选委,又是九龙社团联会的一个荣义会长, 荣义会长不用说,是磅水的,即是说他很有钱, 他本业做甚麽呢?原来他爸爸是做公海的赌船, 是旅游,可能在船务上赚很多钱, 原来他随便便在汽车堡都可以投资七亿五千万, 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钱,不是我们想像那种有钱人, 即是说简单说,很多人有钱其实并不高调, 连浩文先生很明显是,只有二十九岁, 但你说是否他现在,有人都说, 为何他现在才有赌船入品呢? 也有机会说公海旅游或公海赌博, 其实基本上现在面对着一定程度上的一个淡贵, 淡贵还有压制,大家知公海赌博当中多多少少, 跟澳门的一个中介赌业都有少少关联, 做法都是说公海本身可能连国内客都会接出去赌钱, 对中国大陆来说,这些外汇是这样流失它是不接受的, 会否因为澳门的打压,澳门打压不只是打在澳门, 连他们在菲律宾的赌场, 在柬埔寨的赌场都打到静一静, 会否因为这些原因, 连本身本业不断入水,有此收入本业都受影响, 所以都需要逼恒大解决债务问题, 拿资金回笼,可能他自己都需要资金, 会否这个原因呢? 如果这个原因, 你都见到刚才我都讲过, 外人无法知道那7,5000万投资究竟的协议是否那麽清晰, 或是否这麽直律, 问你拿回就拿回,是否这样呢? 如果是的话,就order 14, 他又不可以order 14, 另一方面可能要打, 跟加上就有时间, 会否其实都是一个方法, 希望可以令到恒大尽快跟他谈好债务的处理呢? 可能这一个结果都会和解到, 但这个和解本身也揭示了, 恒大原来隐藏或者大家见不到的一些债主多到不得了, 整件事这样讲, 恒大是否一个特大型机构非常大的富豪呢? 当然是富豪来的, 但可能还有很多富豪是再高一层次的, 就是科水出来泵水内的富豪, 因为富豪很难直接投资到或参与到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需要经历一些在国内行得很通的人, 结果可能很多富豪常传出那个草叠会, 都可能是恒大资金来源之一, 但当然大家只能估计, 没有证据, 这些富豪如果真的都瓦仔食黄年, 对他来讲很难将这些事公开去讲, 而他跟恒大之间究竟或许家人之间, 如何协议去解决这些债务呢? 亦都是问号, 总体来讲overall看, 整件事去看, 我们只能够看着, 例如联浩文这一种最终忍不住, 要爆出来的一些独立点, 或者个人点的一些投资者, 或者债权人可能越来越多会发现出来, 但联浩文爆出来后其他无连续爆, 所以可能可以看, 联浩文这件事件可以见到, 恒大应该很多很多很多的债权人, 责人有些可能出得面, 有些不出得面, 有些其实在那大家都不知, 联浩文这件事件可以见到, 恒大可能在债权人的管理和债权人的沟通方面, 它有它的一套工作, 即是就算联浩文其中一个债权人谈不够数, 结果都要诉诸法院解决, 结果这一个情况, 恒大其他债权人仍然可以抛住, 仍然可以抛得紧, 其他债权人是无一个连锁性的行动, 亦都可以想像, 可能其他债权人都觉得, 恒大在这一个联浩文这一个债行方面, 是其实可以解决的, 但overall还要看, 就算你说债权人是有机会给恒大也好, 都要看恒大有无板斧, 在未来有方法去常还债务, 现在又不同了, 你说如果一年前, 北京当然不想见到恒大清盘, 因为怕对整个房地产有骨牌息效应, 但现在明显地过了一年后, 恒大的情况已被市场消化了, 即是或者省会投资者和机制投资者, 要自己止蚀不选手已经做了, 即是说北京可能对恒大现在的处境, 相对无那麽紧张, 因为恒大就算清盘, 可能对中国金融体制, 或者对整个中国经济, 或者整个板块的震撼力 已跟之前不同了, 因为大家可能的心, 怎麽都会认为恒大有一定风险, 即是不同之前是觉得大到不能倒, 之前的大到不能倒现在已改变了, 恒大我想简单说, 就是借过农,杠杆太大了, 已经去到很难救的情况, 你说如果整个经济活力很高, 无论楼市或者可能有些板块是动力很强的, 譬如恒大想碰的, 本身碰了的就是房地产板块, 另外它亦因为房地产板块, 想碰到文化体育的板块, 因为大陆在文体方面可以拿地, 可以做发展, 然后它亦想碰到新能源汽车方面, 但结果在第一个本身的本业板块, 即地产方面严重地出现问题, 因为本身的板块本身变得很差, 跟着你说新能源汽车第一, 新能源汽车的竞争在中国大陆都几激烈, 除了要面对一个名牌Tesla竞争外, 本身这个蔚来或者小鹏或者理想 这些新能源汽车品牌都很强劲, 恒大能否跟它斗,应该成问题, 再加上恒大财务问题, 或者新产线是否真的可以量产, 都令到工商那边原原意发牌, 或者原意给它销售, 这都令到它根本转不到, 你说就算我给销售牌你, 现在它要跟这麽多间新能源汽车的车企竞争, 都出现一个没想像中那麽好的局面, 即是说它之前借大了的钱, 集资集大了的钱, 甚至现在被人清盘的话, 它原来是汽车宝, 即是说它在汽车工业上其中一个 它认为的新产品包装, 汽车宝原来都打了百五亿回来, 结果是因为其中七亿五千千千万的投资, 是结果需要面对被清盘的命运, 当然清盘会不会最终谈碰呢, 我相信会, 我个人入品清盘本身亦期望 恒大愿意谈一谈如何还钱, 最终它是否真的会清盘我相信未必, 但另一方面要看, 你想想如果因为一个欠人几千亿, 甚至几万亿的企业, 如果因为七亿五千万清盘, 其他债仔我每人都打出来, 都还你那条数先, 不要让它清盘, 因为清盘就是total loss, 我看恒大清盘的路并不是那麽高风险, 反而它怎样有一个板斧, 可以想个方法去偿还债权人的债务, 这才是重点, 无论楼市好, 无论新能源汽车好, 又或者无论民体旅游好, 三个sector都是跟它不走, 我真的觉得未必有影响, 想一想, 现在才提讯, 提讯你搞文件, 那些文件是否这麽清晰, 是否完全无可争辩, 如果完全无可争辩的话, 就order 14, 大家不知是否有order 14, 高院有一个是第14号令, 即是如果债权毫无争辩, 直接去高院就可以拿正数令, 都不需要搞那麽久要去做提讯, 做了提讯即是裡面的文件, 或者裡面的债权存在一定程度上的 Terms Condition, 即是有些争拗, 所以才要审, 这些一审几年, 即是说恒大距离清盘, 除非它自己愿意跪低, 否则它不愿意跪低, 这些官司分量打几年, 胜算大家都未知, 如果胜算高, 已申请order 14, 即是已申请第14号令, 如果胜算有得争拗, 不要说高不高, 要打的都是几年事, 恒大在几年累造债务重组, 还不是无机会, 你要看究竟汽车业, 即是恒大新年汽车, 究竟有人愿意做白武士, 愿意提供资金, 去保证它的车款能够量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楼市, 大陆现在可能对楼市都会适度回暖, 适度回暖过程中, 恒大会否有些资产有些楼盘, 结果愿有些大型, 或者资金比较稳健的发展商愿意收购, 而令恒大不断有资金回笼, 虽然都会蝕, 但都可以有资金回笼, 跟债权人谈碰打折后的债权协议, 最终恒大可能仍然留下低, 不过留下低后, 就不是大家想像一个巨大的恒大, 留下低后, 只是久而残存一个无清盘的, 可能一个无那麽大型的企业,